各位台秘人 各位美心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把握時間了 因為我們今天演講 剛才跟我們CAM確認一下 我們可以講到四點啦 所以今天幾件事 先跟大家致意 一年後 去年我們在Phoenix見面 一年後我有旅行約定 去年在Phoenix的時候 CAM遇到我 說今年你跟乃魚要繼續來 不只乃魚 韋山也一起來了 好不好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當然還有派萊姿 好 第一個謝謝大家 我今天要講四點 第一點本來要講十分鐘的 二十秒講完 第二點 本來也準備了十分鐘 現在也差不多二十秒 跟大家謝謝 搶救王一川 有兩個兔宅子 王一川跟李哲浩本來一起要來 但是他們沒辦法來 請我誠懇的 在去年到今年 我們所有台北人 對於搶救王一川行動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兩題用掉一分鐘現在進入正題 第三題才是今天重點 CAM給了我們這一組 一個很難很難的題目 檢討2024的選舉 要檢討啦 檢討來就檢討 來 王一川一平就不用看了 我們來認真看上這張圖表 這張我花了蠻多的時間做的 如果我們要用一張圖看 2024年的中統選舉 這張圖 加上我把幾個關鍵的時間點解析 大家就會知道這場選戰出了什麼事 如果四年之後 民主進步黨還要贏 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 我們從去年的五月份開始 古年五月的時候 侯友宜被正式的提名 我先跟大家講 侯友宜一開始的開場 起手勢開局就是侯老三 所以什麼時候侯友宜被叫侯老三 對阿狗去給人提名 一開始侯老三 大家有看到嗎 侯友宜一提名的當下 賴靖德第一 柯文哲第二 侯友宜第三 這個局勢一路從五月到八月份 沒有任何大變動 但八月份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716遊行 民眾黨性別爭議 柯文哲嘴巴有點都在講女生怎樣啊 怎麼樣啊 柯文哲北流又說人家太賤 所以這個時候 柯文哲五月侯友宜提名 柯文哲開始民調往下掉 到了八月份的時候 侯友宜跟柯文哲黃金交叉 這是選戰的第二個階段 侯友宜追上了柯文哲 而接下去整場選戰一路從八月到十一月 我們先看賴靖德 賴總統的民調 維持在三十五趴到四十趴震盪在逃 後的時候四十趴 白的時候三十五趴 所以簡單來講這三個月完全沒有賴主席的事情 可是呢八月到十一月 柯文哲跟侯友宜 激烈的麻花捲 你看喔 在初期柯文哲贏 到了中期侯友宜贏 到了後面侯友宜 柯文哲互有輸贏 而中途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現實後來看 這都 當下選戰的小事 可是當下我們都樂在其中 兩兵攻伐 包含立北豪游事件 馬文君遣見謝秘案 柯文哲拋比民調藍白合 所以藍白陣營簡單來講就是糾纏 所以我們講義第二 到這個時尊 到古年的十一月的時尊 所有的民調 所有的重大事件 沒有一個事件是我們民進黨主導的 大家有看到嗎 這幾項事情 侯友宜提名 柯文哲失言 他們講說藍白的合 而到了十一月的時候 是我們賴清德候選人 最大的危機時刻 馬英九拋出的一個全民調 我再說一遍 全民調 我說第三遍 全民調 這三個字為什麼那麼重要 全民調這三個字出來之後 藍營跟白營的支持者 知道我們藍白要合了 藍白有可能整合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藍白的民調 開始在這個時候 開始有了變化 什麼變化 藍往上白也往上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時候 十一月初 到十一月底 這一個月的時間 侯友宜的民調 在整場選戰 從來沒有 如此的逼近過賴清德 在去年的十一月 直接跟賴清德追平 那個時候你選前剩多久了 兩個月 接下去 藍白和破局 破局之後 柯文哲一落千丈 侯友宜再也沒有往上過 中途 藍白猛攻賴清德老家 有沒有用 有用 賴清德民調也往下掉 後來為什麼賴清德民調 往上升 等一下再講 但是十二月底 柯文哲為什麼民調往下 他新竹的農地 停車場 有沒有用 有用 民調 不要吹牛了 不要講什麼有用什麼沒有用 民調是真的 十二月中 公安賴老家 賴清德民調往下掉 十二月底 侯友宜的凱旋案 陽明山 租房子 學生剝削學生 大家還記得嗎 回鄉請當時的記憶 新莊草土地 對他民調有沒有傷 有 有傷也往下 柯文哲農地開始往 農地完之後 他的民調就往下掉 之後再拉回之前的狀況 所以簡單來說 我差不多四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報告 這張選戰就這樣 講完了 所以這一場選戰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要檢討 大家認真檢討 我們一定要主導議題 我們不能看著我們前面的 民調贏對方這麼多 就沒有危機 全面從去年的五月到十一月 完全沒有我們的事 我講是議題上沒有我們的事 這是民調 你會說啊不對啊 好 這是另外一個證據 網路聲量 其實簡單來講 初期科壓著 侯賴打 中期侯標起來 變侯賴很好 但是賴聲量 網路聲量一直在下面 所以 其實同一件事情 分兩個層次講 這也是當時 為什麼後來 我們綠營 或者是所謂的呆牌 以及騎駕 會非常的希望 能夠有一個活動 然後讓大家有熱情 其實不是什麼搶救王毅川厲害啊 是 我們集齊拉青町的朋友 集齊台灣的朋友 要一個出口 所以後來因為民氣 才有了搶救王毅川 這個事情 來告訴大家 謝謝 有大家的存在 有大家希望贏的這個氣勢 才有後來搶救王毅川 也才有後來民進黨 政黨選票 從 本來 跟後來 開票出來 差了11% 足足上升了11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是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一個我要跟大家報告 討論 如果真的有什麼要檢討 比較嚴肅一點 其實就是 我們真的不要認為民調贏 我們就贏 大家再看一次這個狀況 萬一他們藍白真的合了呢 我跟大家講結論 這個藍白如果合了 在11月底藍白合了 後來的兩個月如果整合好 我們有可能輸 不可能輸啦 我們先討論一下 要檢討就層次檢討 來 第二點 我跟大家報告 接下去的狀況 也搭配現在的看法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些都 之後我再提讀給大家 但這就關鍵 但一樣 用一張出票 就大報告 1月13號選完 2月1號新國會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一樣來看民調 1月份的時候 總統選完 民進黨的支持度30% 講結論 5個月的時間 我們現在變幾% 37 我們上升了7個百分點 就是剛才韋山講的 奶魚講的 藍白亂作 他們民調往下 選完 侯友宇本來已經很慘 結果選完國民黨更長 從25%掉到15% 17% 民眾黨 從22% 跌到14%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討論說 哇 國會擴權法案啊 多離譜啊 他們這些做所做所為啊 都有問題啊 因為反應在民意上嘛 國民黨跟民眾黨少在跟我講 你們這五個月做多好 這做很爛嘛 好 我要再來檢討第二部分 不好意思 進入深水區 等一下如果大家不認同的 不要溜水瓶 不要罵我 我講一下我的看法 可以的話 掌聲給我一些鼓勵好不好 好 因為我這間的深水區 我先發自內心講 沒有炒稿 來 我在前兩場也都沒有講 桂林會長可以作證 我給大家看一個關鍵的數字 我們認真看這張圖表的五月份跟六月份 看到了什麼 一月到五月份的狀態是 藍往下跌 白往下跌 綠就往上 但是 在五月到六月的狀況 白跟藍繼續往下跌 但是遲疑 沒有政黨支持的人變非常多 而綠的成長 進入了遲緩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認為如果進下去 我們能做什麼事 對台灣更好 但可能會稍微有挑戰到 我們再做很多民主前輩 長久以來堅持的認知 但我一個年輕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們目前台灣最大的敵人 是不是老共 是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想一個狀況 當民進黨已經40%政黨支持度 假如就算到40% 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不可能到45%嗎 我認為不可能 而藍白不被人民所信賴的狀況底下 這一個27%可能會更高耶 可能會有30%耶 他沒辦法支持民進黨 他絕對也不支持國民黨 他現在厭惡民眾黨 這些人怎麼辦 不好意思我的看法 我問兩個指標就好 舉例 我們很多台北人打拚一四人 讓台灣希望可以證明自憲獨立 我們打拚一四人對不對 很多成敗都在這裡 但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最大問題的是老共 如果 余北城大家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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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大家看法話嗎 余北城到今天還堅定反台獨耶 他是簽訂的中華民國派 但有一天老共打台灣的時候 你覺得余北城會不會站出來 勇敢對抗老共 第二個人 李正浩 國民黨栽培 因為認為國民黨不能跟著韓國瑜往下走 變成中國的國民黨 被開除黨籍 投入郭家軍 郭台銘子弟兵選立委 現在 余 我問大家 余北城這種的 我們在座的大家 要不要爭取他的支持 沒有 李正浩 要不要爭取他的支持 沒有 所以我認為 這是我今天的結論 因為要講檢討 認真檢討 我希望 如果大家覺得不醉沒關係 我可以挑戰 我們時候 今天沒時間可以email我 然後聊天 但 我的看法是 現在美國各個報告都已經寫出來了 2027 2028 老共真的有可能打台灣 我們 評斷是不是敵人 在我看來是一個最重要的標準 阿公如果要來跟台灣統議的時候 要來跟台灣拍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堅定的反對他的並吞 如果他的答案是的話 我們要爭取他的支持 我們很多內政的議題 甚至主權的議題 也許他的一切跟我不盡相同 我的看法 李正浩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中華民國派 但是他是不是我們要爭取支持的對象 他是不是我們要團結的對象 所以 如果大家認為是的話 這是我第二個檢討 我的看法 民主竟不打帶頭做起 我們要更open-minded的一點 很多內政議題 我們可以被批評 我們可以被檢討 連主權的看法 我們也可以被批評 可以檢討 但是 對抗 偶共要併吞跟侵略台灣的決心 我們絕對不能妥協 只要不妥協 就是我們的戰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把你被丟品質 結果沒有 好 好 第二個講完 接下去 我 因為直接的關係 我就 那個 中最重要的重點 今天最後一點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特別今天 要 榮重 慎重的邀請 我的太太 洪慈悠 跟大家講幾句話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我哪有告訴我 有告訴我 有告訴我 我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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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今天的主題 是 2024的選戰檢討 我簡單 因為時間要到 我老公說 比較久 我說一個 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要團結 所有的 戰友 來對抗一個 共同的敵人 那個是 中共 我們不要說國民黨 民眾黨 我們現在共同的敵人 就是中共 這一張是 之前臥草 他們做的 各個政黨 他的支持者 裡面 他的國家的意識 跟他的身份認同 民典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的民眾是比較一樣的 但是 民眾黨比較一樣的是 時代民進黨 這應該大家過 沒什麼有機 因為 大家 應該都聽過 時代力量跟 基進黨在批評中共 但是都不聽過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批評中共 這個是可以確定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 這個選戰的檢討 因為時間很有限喔 為甚麼民進黨打過的都打過的 現在你去那邊 雙腳雙手都押起來也是都輸贏 為甚麼 因為現在民進黨裡面幾層 51層 國民黨幾層 52 要他還有兩層 五黨但是是泛藍的 所以總共是54 所以現在是54對51 所以現在民進黨只要他沒有出席的時候 民進黨就一定輸國民黨 對不對 因為現在民眾講到包袋 對他有利的 他現在就跟國民黨合作 什麼國會改革 其實是國會獲權 但是對他不利的 甚至是這個黨產的問題 他就立起來 他就不要去投票 所以都包罵 都包他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當時在身體市跟身體管 立委的體擬 有一些空間跟時代力量去合作的話 現在教育就不一樣了 現在如果他這兩層都贏了 因為你看休閒志和林志傑 他的票數跟他騎是贏國民黨的 你看這個曾勝台比較貼什麼人票 如果跟郭婉鈺跟祖威威 他是贏過國民黨的 這兩層還是分別拿下來 是不是我們在立法院台派的力量 就會戰勝國民黨 現在民進黨就不能包牌了 他就要不堅定的表達他的立場 他就沒有一些在這樣的猶疑的空間了 因為他要說這是民進黨就贏了 譬如說黨產的問題 這個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盧哥同時這兩層的提名 如果我們可以團結更多不一樣黨派的狀況 我們或許現在 郭婉鈺也總控得不一樣 這是我覺得在這一次選舉裡面比較遺憾 阿雲與我又小到消息 同時我們要彈成了 本來有一線生技已經要彈成了 對本來休閒志要退了 然後這個要讓往往預選了 大家整合好這兩席就拿下來 但是最後一些原因破決了 破決了 所以這就是最後的遺憾 造成現在立法院裡面的亂象 我們都說前一部退兩部 現在就是退兩部時間 很多過去八年小英時代的改革 到現在還要走回來 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 然後從2016走到2024這八年來 其實我在我有曾經參與 然後也在郵院長的辦公室裡面服務 這八年來看了其實我有一點不敢 因為台灣的進步 總是這樣好事多麼 但是我們要繼續打招 繼續農林 也要拜託我們所有 美國的台灣人 和我們台灣的鄉親 和我們台灣這些年輕人 我一定沒有年輕人 其實我比我們人更多歲 跟著我們所有在台灣 這些努力奮鬥的 這些年輕人一起 給我們最大的力量 我們讓台灣變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